透过联合救济活动 也希望能够将佛法慈悲的精神发扬光大 在高雄的偏乡地区 人口有高龄化的趋势 同样的中低收入户的比例也不少 地方单位虽然能掌握这些弱势家庭或独居长辈 但却也面临缓不济及或资源不足等等问题 而庆幸的是 在高雄的慈善单位 每逢节庆或不定期 都会到邻近地区来关心这些民众 并发放物资 这天由男生圣母慈善会发起的联合救济活动 许多慈善团体也纷纷响应 那今天发放的对象 弱势团体 也有长辈们 还有独居老人 也有经济上比较弱势的 还有我们的单亲 各个经济状况都非常的 状况不是很好的一些居民朋友 那我们经过谎查 我们慈善会都一户一户的去谎查之后 我们决定今天来做一个中秋节前的一个物资画画 这一次的这个慈善发放活动 是本着我们这个高雄甲仙 这个无期无子 慈凤公的妈祖娘娘的精神感召 还有这个在地的乡亲的一些需求 那我们来做这一次的这个慈善的服务 那我们也很高兴能参与到这一次 我们这个圣母会这 这大家当时在这 照顾我们这个山区的一些需要关怀 包括一些高担务的人 还是一些单亲的这 今天去高卫切拉 还有为保姓 感谢我们这些大兄大子 今天来祷福迎 感谢 来 感谢 发放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个浴室团体 这个中备可以收益 啊 区长他一直在说 不然我们这家 可以来参与发放 让这个我们的区民可以收益 他也很高兴 所以我就来照到我们五六会 我纏到我们这个优惠 大家都很深心很高兴 都和我们有的配合 在高雄山林区这里 因为人口不密集 年轻人都到外地打拼 留在这里的大多是年长的居民较多 南圣圣母慈善会 除了在这里每天煮爱心午餐以外 也召集各单位 共同举办了这次的联合救济活动 以实质行动来协助偏乡 传递众人的爱心与温暖 法界新闻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道